今天是2020年10月16日 今天我這個頻道的訂閱數字 已經超過10萬人 首先多謝大家一直來的支持 我這個頻道開始做到現在大概一年多左右 當然10萬不算是很大的數目 但是以知識型的頻道來說 我覺得都算是有點交代 再次多謝大家 我想跟大家呼籲一下 在10萬訂閱我都打算做一個特別的Q&A的一集 大家如果有問題想問我 關於各方面也好 醫學也好 不是醫學也好 其他關於養貓也好 都可以在我email 把你的問題寫下 我們可以站在一起 就會一次回答大家 另外也想徵詢一下大家的意見 看看大家覺得這個想法好不好 因為我經常都會收到大家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可以定時定後 就開一些Q&A的Session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覺得這個想法好不好 當然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建議 都歡迎大家在我的email 或者留言告訴我 總之都是那句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向著這麼高的目標進化 大家好 今天就是2020年10月15日 疫情發生到現在已經10個月的時間了 疫苗應該將會在幾個月之後 就在歐美國家上市 如果疫苗成功的話 我們現在都差不多是到這個後疫症時代 我想都是一個時間總結一下教訓 以及做一些前瞻 其實在疫情初期的時候 我也做過一條英文的影片 因為當時很多歐美國家人 都沒有很明白 要全民戴口罩的重要性 他們那時候的疫情 其實不是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我就想用香港的經驗 拍一條英文的影片 希望多些人知道 可以避免了災難的發生 幾個月下來 都發覺其實這樣真的沒有用 到今時今日 西方人都仍然非常抗拒戴口罩 早兩天 我在看BBC的新聞 還在討論 爭論 究竟應不應該戴口罩 在什麼地方應該戴口罩 以及怎樣戴口罩呢 應不應該遮住鼻子呢 更加不用說 特朗普呢 特朗普呢 他真的很厲害 七十幾歲人 都好得回來 但是呢 有個不好處呢 就是說 他帶出來的訊息呢 好像呢 就告訴別人 這個其實真的不要緊 他這麼老都好得回來 大家都不用當他一回事 大家應該盡快 開放社會 繼續一切如常 那這件事呢 當然是一個很差的訊息 會有更加多的人 大條道理 覺得不需要戴口罩 其實呢 任何公共衛生的措施呢 就第一最重要的呢 就是那個訊息要統一 那如果戴口罩是需要的話呢 那就說 全國政府 全國上下的受尊重的人 應該都要統一口徑 就是鼓勵大家戴口罩 教大家怎樣戴口罩才是正確 原因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呢 防疫措施呢 就不能夠只是有那些年輕人 或者受過教育程度高一點的人 去做才有用的 就是要大家一起做 或者大部分人一起做呢 才可以有那個保護效果的嘛 防疫訊息 就應該用最簡單 最統一的方法呢 就大量去宣傳 就令到呢 就是匹夫、匹婦、繁夫、續旨 牛頭角、順嫂都明白的話呢 那就為之有效了 但是呢非常可惜呢 十個月下來 全世界千萬人受感染 死了超過一百萬人之後呢 居然呢 這麼多人還在糾纏著 即是第一天應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疫情要受控呢 相當悲觀 那麼好了 不說這些了 那麼我們看看前瞻 那麼跟著那幾個月呢 我們預計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麼大家都知道呢 疫苗呢 在歐美國家著名的藥廠的疫苗呢 應該呢 都會在兩三個月之內呢 就可以上市到了 那麼我也想提醒大家呢 大家要注意呢 其實呢 都有相當多的疫苗呢 就在這裡進行研究 那麼大家要記得呢 第一支上市的疫苗呢 未必一定是最好 最有效的疫苗來的 那麼大家呢 就千萬不要心急 疫苗的效果是怎樣呢 我們都需要一段時間呢 才看得清楚 那麼第二件事呢 就是某些的疫苗 就算它真的研究成功呢 去怎樣去分派給大家呢 都其實是一個不少的問題來的 因為我們說的呢 差不多呢 真的要全民去打這些疫苗 才有希望呢 期望這個疫情會過去的 那麼有某些的疫苗呢 比如我們之前經常說過 Mondana的那些mRNA疫苗呢 那麼它儲存呢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呢 它差不多要負70度攝氏呢 它儲存才可以的 因為它那些mRNA 那些遺傳物質呢 就不是很穩定的 那麼就算呢 它做了一些的改善呢 都要相當之低溫的環境呢 才能夠保存那個質素 那麼開了之後呢 那麼也都要保存到 負8度到2度之間 可以保質大概都是一個星期左右而已 那麼可以說呢 一般的診所呢 都未必說有很足夠的這些設備 那麼究竟是有了疫苗之後 那個logistics 啊 或者是器材上面呢 做一個配合呢 這個工程都會不少 那麼因為呢 疫苗是全新的東西啦 就是好像新車落地這樣呢 那麼呢 可能呢 就有這樣那樣的 有些的問題會產生的 那麼其實呢 在研究階段 剛剛就說 Johnson & Johnson那裡 就說因為呢 就在研究疫苗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個參加者呢 就有一些的病 所以這個研究又停了 那麼那些報紙一報導 大家又很害怕 這個藥是不是安全呢 那麼 那麼疫苗也是一樣的 根據以往的經驗呢 就 疫苗呢 凡真有一些 其實呢 就很多時候都未必是有證據 就是支持的 懷疑的一些所謂的副作用呢 那麼呢 就經過傳媒的報導之後呢 大家就會非常之害怕 那麼如果怕到一個地步 大家恐慌的話呢 如果那個疫苗真的不是有這麼大問題 你懷疑他有風險的那些病呢 其實跟疫苗無關的話呢 那就非常之不划算了 因為呢 大家聽到信息去怕的時候 就會不去打 不去打呢 就有機會令疫情更加延長下去 那麼經濟的後果呢 更加不堪切上 也都不要忘記呢 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呢 有很多反疫苗的人士的 那麼也有很多人呢 就傳著一個就是一些陰謀論 就是覺得疫苗呢 就是醫生想統治世界的一些手段來的 那麼 whatever 那麼 那麼不少人相信的可以說 那麼這件事情呢 也都不能夠低估的 因為呢 就是疫苗呢 凡有些任何不利的消息的話呢 那麼有部分人呢 當然就會把握機會呢 希望呢 就將它的主張去宣傳開去 那麼我不夠膽說 說疫苗真的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我也不知道 因為疫苗是全新的東西 從來都沒有新冠狀病毒疫苗產生過的 但是大家呢 都要聽一下專家的意見 如果真的有一天差不多 我都很肯定一定會發生的了 就是說 傳媒報導說這隻疫苗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大家呢 要冷靜一些先 就不要呢 就立刻就擔心得這麼厲害 要聽一聽呢 大部分專家主流專家的意見 查清楚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危險 先才做決定 就千萬不要呢 就條件反射 一聽到那些訊息呢 就立刻呢 就耍手靈頭 完全不打這樣 那麼這件事情呢 對於整體的疫情控制呢 就沒有好處 第三件事情呢 就很多人都會問 究竟疫情什麼時候才會完呢 那我的答案呢 其實真的很難估計 那麼其實呢 就很大部分的決定因素呢 都在乎那個疫苗那個有效的 那個機會率有多高 那麼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疫苗 是普普通通的 就是說它的效果呢 大概50到70%的 就是跟流感疫苗差不多了 這樣的話呢 那可能呢 就即使呢 就疫苗那個注射的進度理想 那麼大家呢 可能都需要一段時間呢 繼續做一定程度的 就是戴口罩啊 保持著跟人有距離 做足洗手的衛生措施才行的 那麼如果我們好運 那麼疫苗的效果呢 是90%以上呢 那麼就有機會呢 我們需要做這些措施的 就是緊張的程度呢 就無需要這麼厲害了 就是可以呢 就放鬆一點點 這些公共衛生措施 那麼大家呢 就有機會呢 就可以呢 就是恢復正常一點 上班上學啊 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啊 娛樂活動啊 一定程度呢 就可以呢 就return to normal 那麼但是疫苗呢 始終就未到最後階段 我們沒有數據呢 真的非常難以估計 當然最後一件事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應該 最值得大家要留心的了 就是說呢 根據以前的歷史的教訓呢 就是當有一些大的疫情 產生 全球的疫情產生 往往呢 就是世界歷史的轉捩點來的 我不敢說歷史會重演 歷史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算 即使在疫情發生之前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開始有一些很大的轉折的端毅了 各與各之間的紛爭啊 那麼意識形態的對立就開始再度明顯了 那麼再加上疫情 大規模的人命損失 大規模的經濟衰退呢 會令到世界歷史由大範圍的改變呢 絕對不出奇的 總之呢 就疫情過了之後 恐怕呢 世界已經會再和以前一樣了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 點贊 訂閱 按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